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题目叫做门徒 我们上两三次谈到彼得 他是门徒 他是使徒 我们谈到保罗 他是门徒 他是使徒 那么他们是毫无疑问 是早年初代教会的非常典型的榜样 所以在圣彼得大教堂前面的台面上 有他们两个人的雕像 那么我们要学习它是没有错 但是我们要从基本的地方开始 那叫做门徒 做门徒也就是做主的学生 做主的弟子 做主的跟随者 毫无疑问 我们做学生是需要有要求的 最近我们在媒体上 看到我们的现在的总统 他到底有没有达到博士论文的要求 PhD不是很简单的事情 我们在座当中有人就有PhD 作为学生 你要有学生的要求 作为丈夫 你也要有做丈夫的要求 在世界上每一个角色都有一定的要求 我们愿意成为基督的门徒 我们愿意成为耶稣的学生 我们愿意成为耶稣的跟随者 毫无疑问 应该是有要求的 好 我们刚才读到的圣经是马太福音16章 这是主要的经文 我们大家一起再来念一遍 好不好 来 有没有看到 我 我 这个我是指耶稣 但是他对谁说呢 对门徒说 其实当他讲这一段话的时候 有一个背景 当耶稣问门徒说 别人说我是谁 那你们说我是谁呢 因为有人说耶稣是以利亚 有人说耶稣是那将要来的先知 有人说耶稣是谁谁谁 但是当耶稣问的时候 门徒怎么回答呢 那个最多嘴的 最爱说的 也是十二个门徒的头一个 彼得他说 主啊 你是基督 你是永生神的儿子 耶稣就回答说 你说的是 但不是你自己说的 乃是神的灵让你说的 后来耶稣又讲了一件事情 隔了不多久 他说我要三日之后 我要被钉在十字架上 我要受死 三日之后要复活 彼得又开始说话 主啊 千万不可以有这个事情 绝对不会有这个事情 但耶稣说什么 撒旦 退我后面去 你要知道 彼得有两个表现 一个是来自神给他的花 所以他说 你是基督 你是永生神的儿子 但另外一个是来自自己的意识 千万不可以有这个事情 千万不要死在十字架上 千万不必有这样的问题发生 但是耶稣说 撒旦退我后面去 你就知道说 当彼得有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紧接着你知道 耶稣就讲这段话 为什么讲这段话 因为门徒他的要求 乃是彼得最前面的表现 是透过神向我们说话 而不是彼得后面的表现 靠着自己的仁义 希望耶稣不要被钉十字架 所以很喜欢这个门徒的话 要做门徒真的不容易 我们再来看一下 接下来你看到 二十五节 来我们大家一起来念经 因为他要求自己生命 等于上要生命 他为我上要生命的 必得到生命 好 在这里有没有看到 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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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门徒就要活出他的生命来 在这边说 因为你看哦 于是耶稣对门徒说 如果有人要跟随我 就跟随我 因为怎样 有两个状况 第一个十二十五节说 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 生命或做灵魂 就必上教生命 凡为我上教生命的 就必得到生命 这句话什么意思 这生命又叫灵魂 其实是指人的魂 我们如果要救自己的生命 我们会上教神给我们的生命 我们如果上教 我们自己的现在的生命 我们可以得到永生的生命 这话又怎么讲了 有一个印度的圣徒 他跟另外一个西藏人 一起到西马拉雅山去 准备宣教 他走着走着 雪越下越大 越下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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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几乎走不动 但当他走不动的时候 他看到有一个人受伤 就在前面 一时五两个人就有一对话 我们两个都走不动了 雪又下得越来越大 前面如果还不想要走多久 才能够到达下一站 到底这个人怎么办 西藏人说 看来算了吧 因为他也活不了多久 我们都不可能活了 我们不要管他 但是这位圣徒说 我试着看看吧 一时五这圣徒就把那个病人 倒在那边的人 奄奄一袭的人 背在身上 那个没有背的人 他走得比较快 因为他没有负重 他走得好快好快 因为要赶快走 才不走的话 可能就冻死了 所以那位西藏人 就往前走 但背负的人 就在后面慢慢走 慢慢走 没有想到 当背负的人 再往前走 再往前走 看到一个人倒下去 那倒下去是西藏人 但是他背负起来重不重 但你要知道 两个人在一起 比一个人好 彼此得到温度的互动 得到保暖的机制 反而这位圣徒 他没有死掉 他愿意背负人的重担 哪怕自己生命失去 没有想到 上帝让他们真正活过来 而那个人不愿意背负 他死了 你知道吗 很多时候我们 为了要救自己的生命 我们不惜放弃 对别人的关怀 为了解决自己的问题 我们对别人的问题 似乎放弃而不顾 所以在菲利比书 第二章里面就讲到 当中我们要看别人 比自己强 这真的谦卑 不要单顾自己的事 还要顾别人的事 因此说一个门徒 我们不要单顾自己的事 我们还顾别人的事 当我们顾别人的事 反而我们救了我们自己 如果我们自己顾自己的事 反而我们没有办法 得到自己应该得到的生命 而失上了生命 所以我们用这个 这个简单的 也是真实的故事 在发生在 喜马拉雅山西藏那边 凡是要救自己的生命 生命又叫灵魂 必上吊生命 凡是为了上吊生命 凡是为我上吊生命 必得到生命 我们不要一直讲蔡英文 我们也不必说韩国语 请说 如果一个政治人物 因为政治人物在台面上 最耀眼 就像电影明星一样 像歌星一样 像明星一样 我们看他是什么要看 到底他是为了彰显自己而已 甚至于不择手段呢 还是他很谦卑自己 也同时扶持了别人 这是不一样的境界 我们会再讲蔡英文了 到底博士学会重要 还是诚实重要 博士学会是外在的 可有可无 但诚实是内在的 他是随着你的人格 随着你的生命 随着你的存在的价值 而能不能成为永恒的 关键之一 早年的美国人 非常的诚实 诚实到有点直 隔壁家的草没有除 他就抱进去了 警告你两次了 警告你三次了 你还不能让我报警了 我们中国会这样做吗 要报警也不会告诉对吧 偷偷地报警 害怕被人再告上去 但是现在美国人真的诚实吗 越来越不诚实 为什么 因为不再做门徒了 他们看到这第25节之后 我们再来看第二十六节 这节是非常经典的话 耶稣所说的话 非常多其中之一 非常经典的是这一句话 凡人若赚得全世界 你得到了总统的位置 但是你上调你诚信的生命 你拿什么来换你的生命 我还是要说 蔡总统他这件事情 还没有结束 还没有一个段落 我不知道真相如何 但是在议论纷纷的里面 我们可以借此来看到 外在的重要还是内在重要 你没有内在怎么会有外在 土有外在却没有内在 你的外在是真的吗 为什么我们看到说 当我们赚得全世界 而赔上自己的生命 有什么因素呢 所以我们看到说 耶稣对门徒说 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舍己 舍己包括两方面 第一个是25节 第二个是26节 25节是讲内在主体的自己 26节是讲外在客体的自己 那你也学会说 彭拉斯什么叫内在主体的自己 什么叫外在客体的自己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引言好了 因为我们知道 耶稣他最新的12个门徒 后来有70个门徒 都拆他们两个两个出去 行医治病赶鬼传道 他们都做得有声有色 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 门徒都心散掉 只剩下一个门徒 叫做约翰 在十字架下 陪着耶稣的妈妈 以及几个妇人家 看着耶稣 最后的那一刻 以至于离开了自己 12个门徒 有一个把他卖掉 剩下11个 11个门徒 又只有一个 跟到加列山 跟到哥哥他 跟到十字架下 你知道做门徒 多不容易啊 12个门徒 70个门徒 后来当耶稣升天以后 五旬节 圣灵降临之前 有120个人 在马可楼上 他们一起祷告 有120个门徒 当中包括门徒之一 叫玛利亚 耶稣的母亲 门徒之二 第三 之四 包括耶稣的弟弟妹妹 他也包括 11个门徒 彼得就站起来说话 要再选一个人 最后选出了马提亚 来接替 尤达 马提亚 只提那件事情而已 其他就没有再看到 他的名字了 我们看到说圣天以后 有120个门徒 但是问题在哪里呢 为什么门徒只有12个 70个 120个 感谢主啊 圣灵降临之后 有3000人得救 有5000人得救 门徒越来越多了 但是圣经上说什么 被招的多 选上的少 你知道台湾有一个 同志运动的教母 台中 醒三国小毕业 台中女中毕业 正大英文系毕业 当她在正大读书的时候 我读硕士班 她参加我那个小组 插金 非常的认真 非常的追求 甚至于后面的大三大四 还根本就住在 学校附近一个变异力教会 经常参加成根 主日崇拜一定不会缺席 但她现在不清楚了 不仅不清楚 甚至于成为 同志运动的理论之父 理论之母 她结婚了 结婚了 她先生长得非常秀气 非常俊美 她先生跟她 都是女权运动的佼佼者 现在要问 姐妹 当年你参加小组插金 她在我的小组插金 问题很多 我是硕士班一年级 她是大学一年级 近来签名的有六十个人 进到团体有三十个人 因为很多人出了台北 就就近在台北的教会聚会 就没有参加团体了 那一届是历代历任 政治大学基督徒团体 下院团体 最多人的一次 六十个人是基督徒 三十个人参加 她是三十个人当中的一位 参加总辅导彭国梁的那一小组插金 我不表示我插金插得多好 但她问题很多 她也喜欢问问题 我几乎是穷应付 柏拉图最怕的一个学生叫亚里士顿 有天亚里士顿问柏拉图说 老师啊 什么叫人啊 柏拉图就回答说 人是没有翅膀 两脚直立的动物 人真的没有翅膀 人真的没有翅膀 柏拉图是什么 狗没有翅膀 四只脚 鸡有翅膀 两只脚 那请问 两只脚的鸡有翅膀 四只脚的狗没有翅膀 跟人有什么不同 柏拉图很聪明 你的问题很好 回去我们大家想一想 明天再继续讨论 你应该讲 柏拉图不晓得怎么回答 后来亚里士多的回答了 他自己讲 人是理性的动物 人是社会的动物 柏拉图只是在形象上 外在的观察上 来形容人 没有翅膀 两脚直立 埃斯多德 亚里士多德 他还进一步讲到 人是有理性的 他会思考 人是社会的动物 他活在人群的中间 厉害 所以亚里士多德 讲过一句话 无碍无私 无更爱真理 人是有限的 但真理是唯一的 何博士 他到美国是读比较文学 后来走向女权运动 后来支持同音 变成台湾同志运动当中 最重要的理论专家 但当年他 所以被招之多 悬上的少 知道吗 多少人曾经跟随过耶稣 说不定还是十二个之一 最后把耶稣给卖了 七十个之一 后来那个七十个 真的都留下来吗 不知道 120个应该都在吧 但是我们也不清楚 为什么留下来门徒那么少呢 原来门徒就是学生 student disciple and adhering 门徒的意思就是 学生 就是徒弟 就是跟随者 这境界是一个比一个更重 上个礼拜 我的学生要我 因为我曾经在彰化师大 那个时候叫教育学 我是教人文社会科学的 但那个时候校长说 有四个系 物理系 化学系 数学系 生物系 希望你们这些学人文的人 来当他们的一年级的导师 我没有生物学的背景 我当生物系的导师 当了六年 所以前面的六届 从民国六十二年 一直到民国六十七年 大一的生物系 都是我当导师 结果这 从六十二年到六十七年 这些人 三年前 他们集合在一起 我们大家在彰化师大 有一个很好的同学会 临时有一个同学 打电话跟我说 彭老师最近好不好 我说好啊 好久没有看到 你能不能一起吃饭 我说好啊 他临时召集了一下 一共有十六个人 包括我站内十五个 我们跑到桃园 巴德 那边是附近 有个中华福音神学院的新的校子 那新的校子建得很好 董事长叫沈正啊 正在发愁 也在那祷告 在那祷告 在那交托 因为建筑费不少 就到附近的生态园区一直吃饭 这些学生对我都很好 当中有个学生没有来 这些学生曾经 请我跟我太太 到日本餐厅吃饭 一个人一刻四千五 三个人就加进一万五了 他说那个电视 他教会的弟兄开的 所以可以便宜一点 但在席上 他说了一句话 我心里面实在难过 他说彭老师 如果早点信主就好 当年你当我的导师 怎么又没有向我传福音 啊 志平啊 我没有好好治理这班级 没有好好评定他们的心中 没疑问 当我这个学生 他请我吃四千五百块一克 他提的问题 我没有要回答他 我只能说 政府规定不能公开传福音 这也是事实 我只能说 我只能用我的见证 谁叫你当初 不看到我的见证来信主 那这不能当作理由 我真的没有直接跟他传福音 但有兴趣的人 我真的向他们传 所以在班上有好几个 因为这样来得救 但他没有 请我吃四千五 那是半年前 三个月前 他就请我跟我太太 到郊基去洗温泉 又花了一笔钱 他怕我寂寞 还找了另外一个同学 讲故事给我们两个听 这个学生 临走以前他送过一个红包 我说干嘛 老师 老师啊 我们不如常常请你 这红包是让你吃饭 我说我有钱 他说意义不一样 我没有办法常常请你吃饭 他按时塞给我 后来他说 本来我要给你一万块 我怕你不收 所以我给你六千块 请六千块我怎么能收呢 拼命塞啊 最后知道我收了 三个礼拜我回来 我说某某同学 我向你报告 六千块我的花费是这样 三千块送一个瞎子 他没有钱 另外三千块 我送 请了两批客人 他们都是木道友 顺便传福音 所以六千块我花完了 要不要再来一六千块 你给我钱我就花在福音上 弟兄姐妹 我这样讲的时候 我真的是要想到说 有些人要得福音 他却没有机会 一直到中老年 他才信主 他真的感觉到好可惜 年轻人如果能够听到福音 多好 那请问我们做门主干嘛 要传承嘛 老师教我们 就要教我们的学生 别人给我们 我们要成为 祝福的管道 流通的管道 流通到别人身上 如果没有这样做 真的是可可惜 我会看到 做个学生 比比皆实 但作为一个disciple 什么要徒弟 师父徒弟 徒弟师父 台湾早年的徒弟 一定要跟他的师父 三年以上 一开始先扫地 先煮饭 先洗衣 先清厕所 先做一些生活的杂事 跟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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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做 做 看 听 说 说定 三年才能出塞 生活在一起 So close 做学 不仅要当弟子 要当徒弟 徒弟 那就是亲密到一个地步 几乎都生活在一起 我们要成为门徒 我们能不能跟一个 我们跟随的人 跟他亲密到几乎是朝夕相处 当然今天这样的机会不多 但如果有可能呢 听说 有一个人叫寇思远 他的儿子 叫什么 对不起啊 巴金生病 听说寇思远 他现在正在做一件事情 栽培接棒者 我们看到台湾很多大教会 接棒者都是牧师的儿子 这没什么不好 台北复兴 柳建台 他的儿子 叫柳什么来呢 很好 接棒接得不错 张宝松 他退休了 他的儿子接棒 你接得还可以 最先像嬉皮啊 周神柱退休了 他的儿子暂时没有接棒 但看起来将来可乐会接棒 这都没有关系 父传子 没什么不可以 传子要传贤子 不能传逆子 不能传蠢子 儿子很蠢怎么传 儿子叛逆怎么传 你要传的儿子 是真的能接得上棒 那现在就问 这些做父亲的牧师 真的跟他这个儿子 朝夕相处 成为他的师父吗 你的儿子真的是 未必这些牧师都是完全的 没有人完全吗 但是能不能真的接棒 就看这徒弟 能不能真的跟着好的师父 学到好的观念 好的生活态度 好的价值系统 好的真正牧养的 或者说教导的 关怀的一些 真心实意 以及他的能力 技巧 另外一个跟随者 韩国有很多跟随者 李训林难道没有跟随者吗 要问他怎么出来啊 每个人都有跟随者 但问题是跟随者 是不是一直跟随 永远跟随 有啥遍 我是荣耀的跟随者 我一直跟随你 我们荣耀荣地 很可爱 上次我来讲道 他跟我讲一句话 冯老师 下一次我来 可能我不在了 祝导就请你来 我非常高兴 因为我可以祝导了 没想到今天来 他健康都不得了 我没有祝导的机会了 不过祝导那么重要 不重要 我们的荣地兄 健康最重要 对不对 听众姐妹 荣地兄真的是我们好白 但是荣地兄也有他的难处 彭国良也算是勉强的榜样 那难受更多 他话说回来 耶稣在他的身上 没有任何的问题吗 没有 有一个人 写过一个耶稣传 这个人叫做 非诸之父 史怀哲 史怀哲他有四个博士学位 最早得到博士学位 22岁 拿哲学跟神学博士 他在音乐上很有造诣 他自己会修管风琴 做管风琴 谈管风琴 而且他的管风琴是 在欧洲数一数二 他是巴哈音乐的权威 他有音乐的博士 39岁那年 他有心到非洲去 但非洲的人 常常都是病奄奄 好像非洲病夫一样 所以他花七年的时间 去读一个医学博士 史怀哲最有名的作品之一 就是耶稣传 但我们不得不说 他把耶稣 比较多 讲到他人性的一面 几乎是讲到 耶稣是一个完全的人 在神的部分 好像比较缺乏一点 那是比较可惜 世界上没有完全的老师 没有完全的学生 但是我们看到 师父对徒弟一定是会有要求的 还有呢 只是许多徒弟达不到这个要求 所以门徒虽多 但是被选上的实在很少 好了 那我们就先来讲设计吧 现在我们要讲到一个问题 什么叫主体内在的设计呢 主体就是subject 你自己 内在就是inner 你的内涵 那么这个主体性的话 我们就来看一下 在这一段神经里面 24节还是这样 对不对 你知道24节 接下来是因为有没有 因为的25节 就是讲到主体的我 凡要救自己的生命 这自己是指什么 救我们灵魂 救我们的魂的生命 生命又叫灵魂 这必上教生 凡要为我上教生命的 必得到生 今天有没有很多人 重视他自己的思想结束 有一个人 应该说好几个人 应该说很多人 说 红姑娘 你好像演讲讲到 都还有一点内容 好不好 你整理一下你的录音带 你的录音带 印出来 让大家分享一下 我就跟我太太说 有很多人建议啊 是不是把我的录音带 整理一下 把我的录音带 整理一下 把我写的文章 整理一下 必要是出版一下 我太太回答很真实 很真实 免了吧 他不是要故意漏我的气 他讲的话是真的 为什么 我所讲的 真的句句都来自神的感动吗 未必 我就曾经跟大家讲过 这样一件事情 早年当时我还没有 我还单身 还没有结婚以前 我到处讲到 其实我读研究所就讲到 在英里中 二里中 建中 副中 成功 几乎所有中学都讲过 不好开副道会 英里中 应该很多 但有一次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结婚 到民国六十二年左右 我六十五年才结婚了 新营厂长的女儿 请我到她家去布道会 因为在她家有学生团契 那厂长非常爱主 她的女儿叫陈文美 在台中CCF工作 就邀请我去新营家道 要求礼拜六早上讲一堂 礼拜六下午讲一堂 礼拜六晚上讲一堂 三次布道 礼拜天就在他们家附近 一个小教会也讲到 那礼拜六的早上讲到 非常顺 全场要你哭 你哭 要你笑 好高兴 一决志 一举手 全部举手 几乎 下午来了另外一批人 又讲得很顺 很高兴 一举手 一呼召 几乎全部 晚上人更多了 几乎全部都决志 第二天到那小教会就讲到 我看得很清楚 我看得很清楚 好几个人眼眶都泛红 那时候我的灵迷还不错 不像现在比较糟 我看得很糟了 我看得很高兴 我太太教导我 管辖我 要求我 说得更糟 他回过来讲到 那天在那个小教会 讲到那个陈长老 就请我吃饭 在他家里面 吃完饭吃水果 他就问我说 昨天我有去参加你三次步道会 彭弟兄 你觉得你讲得怎么样 我怎么好想 讲得很好 我回答他一个问题 陈长老 你觉得我讲得怎样 他的回答很有意思 他讲到有两种讲到 一种讲到 是从地上讲到天上 很多人都觉着 过门多久 纷纷从天上掉下来 这叫靠自己的口才 靠自己的聪明 靠自己的学问 靠自己的故事 靠自己的笑话 靠自己的经验 讲的 有没有人觉知啊 很多人 到了天上 纷纷过不了门徒的生活 掉下来 不能舍己 不能被拾计 不能跟随 都掉下来 另外一种讲到 从天上讲到地上 很多人因此而上去 被提上去 这叫天上的福音 跟人间的消息 人间的消息 听起来很好听 那叫棉花堂福音 我们今天感谢主 让我们的传爱之家的讲到 正道的内容也好 整个教会的氛围也好 都是固守在 舍己 背十字架 背十字架 跟随主的路上 但是有一些讲到真的是 把人讲到天上 后来纷纷掉下去 你完全靠自己的肉体 靠自己的能耐 什么叫做内在 什么叫做主体 内在的舍己 什么是主体内在的舍己 什么是主体内在的舍己 主体内在的舍己 就是指到我们的soul 我们的魂 其实我们的魂有什么作用 有三种作用 第一种叫做思想 我们内在的思想 也叫做理智的观念 理智的行为 又说情感 其次外再做所有的情绪 情绪很多 喜怒哀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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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哀的 第三种叫意志 情绪外再叫意理 很多时候我们表现在这方面 是靠自己 所以你靠自己的理智 靠自己的思想 靠自己的情感 靠自己的情绪 靠自己意志 靠自己的毅力 所形成的功 都叫做足己滅在一起 但是連這個我們都要捨掉 什麼叫捨呢 捨的話有一個詞英文叫deny 簡單說就是人家拒絕 你要否認 我能不能不要接受自己的思想 讓自己的思想擺在後面 讓神是這樣擺在前頭 我能不能不要讓自己的觀念太多 讓神的觀念進來 我參加基督自家一個小組 我沒有參加基督自家的教會主的崇拜 我也不是他們教會的成員 但我參加他們一個小組 而這些小組很多人是在板橋附近 最後我幫他們這個小組 借到板橋進行會一個小教室 能夠容納十幾個人的聚會 然後這個小組聚會的話 每一次都有所謂的他們的節目的內容 完全根據那個禮拜天 主族崇拜講道的人所講得到 然後大家一起分享 然後在基督自家 他們每天都有讀經的進度 那叫QT 快點時間 安靜的時間 按照QT的內容 來大家一起分享 那我既然參加了小組 當然我就會按照他們的QT來分享 按照他們的主族崇拜講道的人來分享 每一次他們主族崇拜講道的人 每一次他們主族崇拜講道的人 講道 我都有一大堆意見 他講得不清楚 也講得不正確 因為數據錯誤 引用的資料完全錯誤 譬如說有一個傳道人他講道 德維莎修女的垂死之家 每個進去的人通通都死掉 沒這回事 他這樣講 沒有啊 Matter Teresa 她的垂死之家 有些人真的就死了 但有些人活著 甚至健康出來了 誰說進到垂死之家 通通死掉 但是那個傳道人這樣講 以我的脾氣 就是論事 我一定批判她 她還說 Teresa 為什麼會出來做垂死之家的工作 做麻風病人的工作 做祭貧的工作 是因為她從 從南斯拉夫的馬其頓這個地方 到18歲來到印度參加一個修會 這個修會在印度的加爾哥達成立了一個學校 她在學校教書 那個學校正好周邊是貧民窟 所以她看到貧民很窮 所以她出來做垂死之家 這個胡說八道 為什麼 Matter Teresa 她會出來做垂死之家的工作 麻風病人的工作 你知道嗎 東巴基斯坦的人是印度人 西巴基斯坦巴基斯坦的人是印度人 印度在中間 東巴基斯坦姓回教 西巴基斯坦姓回教 當東巴基斯坦獨立變成 在孟加拉的時候 就逼迫信印度教的人 很多印度教徒就紛紛逃到最靠近的大城市 叫加爾哥達 而 Mother Teresa就在加爾哥達工作 她看到那些在街上的流浪者 在街上沒有地方住 沒有東西吃的那些難民 動了慈愛之心 因為很多難民沒東西吃到 就垂死了 就這兩個人就錯了 這團隊還講了一句話 他引用使徒行在第三章 彼得來到了美門口 看見那生來瘸腿的人 向他求周極 彼得說 說禁於我沒有 我把我所有的就奉 拿撒勒人耶穌基督的名 叫你起來行走 這彼得說的話 但是團隊說什麼 誰說呢 彼得跟約翰那個時候很有錢 為什麼 你看看生約翰怎麼講 在這之前 信徒都把他的房產土地賣了 繁物公用 在教會中一起來生活 他請問這是彼得的錢嗎 這是約翰的錢嗎 這傳道人又胡說八道嗎 現在真的是 怎麼有這樣數字的傳道人 彼得跟亞克跟約翰 如果他說我經營我都沒有 他如果真的有錢 他會說好嗎 誰會讓他神經歧視啊 不可能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嘛 對嗎 明明彼得跟約翰 他們如果真的有錢 那是教會的錢 不是他們自己的錢 但是傳道人家這樣講 所以傳道人家說 這就像是 教會大家都奉獻了 因為那個時候三千人得救啊 奉獻的錢當然很多了 就像我們基督之家 奉獻的最有錢的事 也是扣上來跟我 這不是胡說八道嗎 雖然是幽默 但是幽默的太 各位你能夠了解我的意思嗎 我們不要胡說八道 我們不要隨便舉例子 你要舉例要舉得正確 不正確 稍微有頭腦的怎麼批判你 所以每一次我在那個小組裡 有一點鬱子了 因為很想要揭穿這些的錯誤 但是主啊 我真的要彰顯自己的聰明嗎 我只好不接受自己的意見 我要祷告吧 他愛年輕嘛 他才四十歲嘛 一碰過來七十五六七八九歲啊 何必跟年輕一計較呢 當年你年輕你還不是胡說八道 你年輕的時候還不是引用錯誤 你年輕的時候難道每一件事情 你都追究得很清楚嗎 你能夠了解我的意思嗎 弥迦書第六章第八節說什麼 神向我們要的善就是我們行公義 好憐憫存 Good 很多時候我們行公義就念念不忘 認為自己是很公義的人 除了我公義沒有人公義啊 除了我正直沒有人正直啊 你看那些人 那不是法利賽嗎 後年面也是一樣 我是慈激的呢 我是師姐呢 我花一百萬才當師姐 你知道嗎 我很有愛心你知道嗎 越這樣講 就覺得越是沒有以身同行 有一個人我們台灣的同胞 不是很喜歡他 叫Jimmy Carter 美國的總統 Jimmy Carter 因為他是中美斷交 就是中台斷交了 以至於所謂的關係正常化 但你要知道 歷任總統當中 他雖然是沒有連任的當中之一 而且在美國的總統的評價當中並不高 但是當他離開他的職位 他所做的事 讓我們由衷敬佩 他不僅在教會繼續教主日學 而且他成為和平大使 真心關懷 人權自由平等不愛 因為那些都是耶穌基督的思想 耶穌基督的信仰 耶穌基督生命的流浪物 很多時候我們看到一個人成功 不是他在檯面上 很多時候在檯面下 很多時候我們在主體內在的自我的當中 我們能不能拒絕不接受自己 不同意自己的思想 理智 情感 情緒 意志 毅力 所表現的一些內涵 你知道今天在教會界 最讓人痛心的是教會的分裂 對不對 我不知道你在的教會分不分裂 我曾經在兩個教會 都是分裂的教會 我得罪的時候 是民國五十年 到五十一年 五十一年的暑假 民國五十年 那很早 我們當中還有人沒誕生 民國五十年 我高一 高一生高二年暑假 我參加一個退休 我得救了 高二一年 就把聖經幾乎全部讀完了 高三最忙 我一個禮拜 禮拜二參加教會的禱告會 整個晚上沒有了 禮拜四參加教會的家庭聚會 整個晚上沒有了 禮拜六參加青年團聚 整個晚上沒有了 禮拜六下午 帶領我班上的同學查經 整個下午沒有了 禮拜天參加主日崇拜 之前的主日學 沒有時間了 主日崇拜 整個上午沒有了 禮拜天下午 參加野外的步道會 去了 整個禮拜天沒有了 有人說你神經病了 高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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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訴你啊 高三參加那麼多聚會 但我讀書的效率好得不得了 只要讀書幾乎一目十行 只要讀書過目不忘 用文科的嘛 幾乎都要背啊 只要沒有進入台大 查一份 否則我就跟彭障明同學了 不過彭障明就第一屆了 對 各位姐妹 就算是這樣 覺得自己很聰明 覺得自己很有能耐 但你都要否認你的聰明 都要不接受你的 以為的能耐 這才叫做真正設計 哪一個人能夠有什麼 其實我們所知的都是很有限的 所有的愛都是很有限的 我們能不能拒絕 能不能否認 好 那要捨棘的話 怎麼樣呢 捨棘自己的思想 我們沒有太多時間 我們就簡單看一下 念一下好不好 來 我可以喝水 請 對 對 你老大媽媽 那一個人也不敢說 我心在律法上所信的 從中心中所信的那位 我們一見的 就是耶穌爾的 他人的天地書 那白夜也對他說 那他都還能夠說 我們嗎 你怎麼 你來看 耶穌爾的天地 就請他來說 看他 這個神真正的 他心裡是沒有個個差的 那白夜非夜之作 您從那裡知道到我呢 耶穌爾的天地 回到阿州 回到你海邊有朝暮迷 你 你在吳阿火樹底下 都可以看見你了 那白夜也說 那白夜與其神之二者 你是神之二者 你是神之二者 你神之二者 耶穌爾的天地 那白夜是一個思想家 那白夜是一個喜歡做腦筋的人 他一向都認為 納撒勒能夠出什麼好的話 這個替他介紹的是叫菲利 菲利就叫告訴拿大夜 拿大夜就叫巴多羅來了 告訴他說 我歷見了這個 這個納撒勒的耶穌 但是他說還能夠出什麼 但是你看菲利怎麼說 你來看 但是看完以後 請問 納撒勒的思想觀念有沒有概念 第二十四十九節 拉比先生 你是神的兒子 你是以色列的王 我們需要捨去自己的成見 自己的偏見 自己的認識 自己的經驗 自己的以為 很多時候我們認為對的 往往是錯的 我們不能謙卑自己 在我們的思想上 特別是我們很聰明的人 讀書比較多的人 喜歡思考的人 孔子說過兩句話又一次 學而不思 則沒有用 思而不學 則很危險 所以我們學師並進的人 一般來講 都是用頭腦的人 我記得年輕的時候 某個程度我是很驕傲的 因為我覺得我有優秀的頭腦 但是你知道嗎 我講師升副教授 很快就升上去 副教授升教授 我發現別人升了 我沒升 那個傢伙 學問沒有差 那個仁兄 通常真是像江湖 他升教授 我沒有 我十年之後才升教授 神就打盡 神就修理了 果然你那麼聰明對不對 你那麼厲害對不對 那對不起 你慢一點 第一年 分分不平 第二年 義憤結疑 第三年 吸得不得了 第四年 阿算了 第六年 管他了 第六年 不要計較了 第七年 主啊 你讓我升教授就叫做 要不然我是一品 副教授也沒辦法 一品吧 他還是二品的教授嘛 對不對 這還是自己的驕傲了 蛇氣自己的思想不簡單 為什麼很多教會分裂 因為很多牧者認為他想的才對 你想的錯 很多長老他認為我的觀念才正確 你的做法完全錯誤 分裂了 好 時間不多 蛇氣要情感上蛇氣 這個例子很簡單 有一個女人 其實她是罪人 她是個妓女 她來到西門的家 因為耶穌在西門家做客 她就把一個玉瓶極貴的香膏 倒在耶穌的腳上 頭上 甚至那個香膏留在衣服 她還用她的頭髮去擦耶穌的腳 很多人說 哎呀 就我擦眼睛 可以賣很多錢 可以出去人的窮人 耶穌這什麼話 你會查有窮人跟你在一起 跟你不查有我 有窮人在一起 你不要靠這個一品 你靠你自己 想想看這個婦人家 她是和人的性感 我不是把我們的情感 真的是愛耶穌勝過愛一切 說實上不容易 在哪一天我們真的 覺察到 知曉到 愛耶穌勝過一切 我們才真的夠資格當門徒 我發現我太太愛耶穌勝過愛我 我好基督耶穌啊 我好基督耶穌勝過 我之前真的有點吃耶穌的醋 但現在想想 她真的知道愛耶穌 她才會真的知道怎麼樣用主的愛來愛我 我們用天人的愛都是有限的 天人的愛都是靠自己的 天人的愛都是非常原始的 只有神的愛 所以約翰在約翰一書裡面說過 我們愛是因為神先愛我們 當年結婚在靈良堂 就靈良堂 結婚的時候有那個差點 用的話就是我們愛因為神這樣 我一直不瞭解這句話 一直到最近我發現我太太愛我 別愛耶穌 師父愛耶穌 別愛我 她就懂了 也許你會說彭老師 你怎麼證明你太太愛耶穌別愛你多 因為她很有追求 讀聖經禱告她都不理我 我說我們兩個一起禱告 她說你的禱告都是比較 不要講你了 簡單說比較膚淺 不夠深度 有的時候我沒想到她一起禱告 沒有想到禱告完以後 國良你經過 她的弟弟在這邊叫張志誠 她的姐姐好可惡 怎麼愛耶穌比愛我多呢 但是我現在才知道 原來她真的愛耶穌 她才真的愛我 而那個愛是永恆的愛 不是暫時的愛 是天上的愛 時間不多了 我太太又要罵我了 要計時了 唱吧唱吧 意思上呢 好 這個我們大家都知道 天使對瑪利亞說 你要懷一個孩子 你看瑪利亞對天使說 第三次也大家念一下 三十八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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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利亞說一句什麼話 她先認知自己的位分 我是主的實力 然後又一個什麼詞 心願 I will 我願意 我行願照你的話 來成就在我身上 那她還沒有出嫁 她不怕人家講話嗎 不怕她認為她是淫亂的嗎 不怕她有小王嗎 讓她祈願 我們能不能用我們的意志 降伏在神的面前 這時候主體內在的我 才叫舍己 有一個人用生命獻上 死進來 聖靈出完地盡望天 看見神的榮耀 看見耶穌站在神的右邊 耶穌應該坐在神的右邊 對不對 有的傳人講道講這一段 他為什麼耶穌站起來 因為連耶穌都很感動 我們也做了還不夠 站起來 呼喊主的名 讚美聖靈 我們用生命來獻上的 這次舍己 實際人 他還講了一句話 效法基督所說的 主耶穌接受我的靈魂 然後說什麼 主啊 不要將這罪歸於他們 這何等的情操 何等的胸襟 何等的大器 好 另外是客體外在的舍己 這什麼意思啊 剛才我們說主體內在的舍己 對不對 就是我們的思想 情感 意志 甚至包括我們的生命 我們願意獻上 這二十四節大家看 現在是看到二十六節了 剛才二十五節是講內在主體的舍己 二十六節 二十六節 人肉算先 還是生命 生命 什麼外在呢 客體外在的幾是指 我們所示 What you are 什麼 你是什麼 I'm a professor I have a PhD degree 我的地位 我的奢望 我的才華 我的能力 今天我們看一個人 很多時候我們看這些東西 不是 他的身份 他的地位 他的ingle 我們不要談郭台銘 我們所有 好好談一下郭台銘 後來的事業怎麼樣 這時候他的身份怎麼樣 所以他義不容辭 當仁不讓 介意有為成為國民黨的榮譽的黨員 國民黨也真的沒出席 到最後我們看到 讓他退出國民黨 他所發表的那個文字 對國民黨那些領導人是何則不堪 國民黨那些包括郭台銘 都是注重什麼 客體外在的事 我們今天有說重視這個東西 非常非常重視 我們要捨下什麼 能不能放棄 能不能捨棄 我們捨下什麼 能不能犧牲付上代價 擺上我們所有 你有事要讓你越來擺上嗎 你的身份你也放下了 你也擺上了 你的地位 你的身份 你的財法 你的內 你的財富 你的成就 我們看到一些例子 西文彼特跟安德烈怎麼樣 他們捨了網 網是他們的失業 死去家裡 西裏帶了兩個兒子 一個叫雅根和約翰 不僅死了船 別的他父親 別的父親就在下庭 有一個人坐在稅關上 這人叫利文 就是馬泰爾 馬泰爾爾到印度去傳統 最後仍然是犧牲在印度 他皮下所有人來跟隨 這是大安峰知道的例子 最後他沒有跟隨 因為什麼 他悠悠醜醜地走了 因為他的臉色變了 為什麼呢 因為他的才能 我們看起來 事業要犧牲 這些好像比較容易 今天很多時候 我們看到一個人 什麼叫成功的人 要看他錢賺不到 這是一個標準 但是這個人 所以耶穌說 富有的人 有錢人 要進天國 比駱駝穿過針也很遠 死去家的事情是什麼 簡單說來 就是羞辱跟苦蠻 所以我們要天天背景 自己死去家 我非常喜望 是要第二個 尾聲跟俠佛 不要照我的意思 才照你的意思 所以門徒第二件事情 除了蛇吉之外 就是悲釋迦 第一個悲祖的釋迦 在罪上時 在罪上時 在義上活 所以我們剛剛說 我們都是迷路的陽 要歸回在靈魂的牧者前路 主持人 主持人 我們要在自己 背自己的身上 9月5日 我到台大去做一個斷層掃描 我的主持醫師肝癌的醫生 跟許金川說 你覺得你的肺部有問題 因為我在台北榮總做了震子攝影 肺部很多的光點 然後我在星光音樂追蹤了半年 肺部仍然有光點 曾經一度肺部有1.8公分 跟0.5公分的腫瘤 感謝主 後來1.8公分不見了 他又找了兩個0.1、0.1公分 所以我就把這些資料交給許金川 我說能不能轉到台大來看 這樣的話跟肝癌一起看 我還有腎臟的問題 還有攝腹腺的問題 還有氣喘的問題 還有肝硬化的問題 還有 反正我除婦科沒看 其他都看 從頭到腳都是問題 我的內臟沒有一樣是好的 而且那個病情都是中重度 我還有肺部的慢性肺阻塞 而且已經到嚴重的程度 我的肺功能是一般人正常直到47% 以前我是男高音可以上高八度 現在唱歌已經不太行了 不知道百人還可不容許我進來 Hallelujah 我只能這樣唱 各位姐妹 所以許金川說你9月5號來做一個斷層 看看你肺部到底怎麼回事 結果我就去了 但要到9月20號才能知道結果 不過我們中央健保局有一個叫健康存摺 你們知道嗎 我就上我的健康存摺去download下來 有關9月5號 到底那個斷層結果怎樣 一列下來把它翻譯成中文 阿西亞 肺部沒問題 當然還是有問題 沒有腫瘤了 心臟有問題 心臟包了三條大動脈 三條大動脈 通通周狀的硬化 可能隨時 因為棺狀的周狀的硬化很容易產生心腳痛 但我從來沒痛過 不過我從年輕就是心力不整 這樣我的肺部不好 我娃娃的時候我就得入白瑞克 我還有氣喘 在美國戰線死掉 除了這個之外 另外一個 我肋骨第八根 我之前有八個地方 右側八個地方有光點 後來再仔細看 八後面寫一個TH 就第八根肋骨 就在肝的外面 三個字 我把它翻譯下來 叫骨溶解 你們聽過嗎 骨頭溶解掉了 我把這資料傳給一個姐妹 她是台大護理系第一名畢業 她說國南修 我從來沒有聽過骨溶解 她是罕見疾病 二十號我去看醫生 Dr.徐晶川 徐晶川 肝病全位啊 她問她說 不要緊張啊 沒關係啊 我說妳看了很久啊 那就表示很嚴重 怎麼沒關係呢 徐晶川說 兩個可能性 第一個妳這個熱骨 這個地方曾經受傷過 碰撞過 所以最後骨溶解了 第二個可能性 肝癌或攝腹腺癌轉移了 聽完以後 我感謝主啊 因為可以到主那邊去啦 我現在講不是開玩笑 但感謝主啊 可能妳繼續留我下來 我的感覺就跟上次來講到 榮耀弟兄 榮長老所說的話 可能下一次就請妳來做助導 但是弟兄姐妹放心 每一次做超音波的肝掃描 三個月做一次嘛 醫生按在這第八根肋骨的地方 我就會痛 表示他用力太過猛 我剛剛的超音波的這個檢查 已經二十年了 二十年所累積下的傷 應該骨融化了吧 不融化也要融化一點點嘛 要不然對不起骨頭啊 弟兄姐妹 我不知道結果是什麼了 最後 徐昀長說這樣啦 徐昀長說 妳做一個全身骨頭掃描好了 來 大家隨意一下 全身骨頭掃描很簡單 從頭到腳 看妳骨頭哪個地方有光點 我自己解釋啦 如果光點很多 表示真的轉移 如果光點很少 甚至只有那一點 那表示骨頭受傷 我不敢請大家為我禱告 如果可以請大家為我禱告 我必須要說什麼呢 不管結果是什麼 這是我自己的施釋架 你知道嗎 我要不要背啊 還是請妳背啊 妳有沒有辦法替我背啊 做我自己背嗎 那我背的時候要用什麼態度來背呢 用什麼心情來背呢 困境跟苦難就是我們自己的施釋架 是否貧窮 卻是要許多人富足的 似乎一無所有 卻是樣樣都有的 其實在那裡 卻是樣樣都有 似乎是貧窮的 注意喔 卻是叫許多人富足 似乎是憂愁的 卻是常常快樂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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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主 我現在心情就好了 經濟很高 你知道嗎 其實沒有啦 不是 學習這個 還不然 還沒有達到這種地步 但是我們都有 跟從主 時間是脫太久了 不好意思 今天有飯吃嗎 沒有 那大家趕快結束好了 你不然以為人就掛我了 好 跟從主的話 第一個 要立地心志 你看 這個人是哪有錢 85歲 像40歲的時候一樣 所以老人家的團體叫加勒團體 加勒是我的仆人 他怎麼樣 另有一個心志專一跟從我 所以他要領他進入他的那個地 那是三地 八十六去打仗 而且算三軍 最後那個三地歸他 第二個 我們需要為人端正 我們還活在這世界上 小時候我為人不太端正 小時候三年級 每次十月二十五號都有運動會 我在城上跑 永遠第二名 第一名的差差一點點 最後我把他衣服抓住 他跌倒了我第一名 這就是我 從小就不正直 但是大衛說什麼 當他犯罪以後 四篇最好的一篇 悔改詩是五十一篇 說啊 重新讓我有一個正直的靈 重新讓我有一個清潔的心 好好好 我們真的需要有正直 有清潔 為人端正好重要 好重要 因為這是我們成為世界的光 成為世界裡人的關鍵 你的光要照在黑暗的地方 讓那些人得到 所以羅馬書第十三 其實為人要端正好 行在白奏 不可荒焰醉酒 這叫做什麼呢 不可荒焰醉酒 這叫做什麼呢 不可爭議這叫做什麼呢 所以在約翰一書裡面說到 世界和世界那就是肉己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今生的驕傲 注意到沒有 誰讀完這段聖經 最後覺知信主呢 三十三歲的聖奧古斯丁 他就讀到這段聖經 他十六歲 你看他家鄉到省城加大去讀書 十七歲回來就生了一個兒子 很有成就啊 一直都打滾在荒焰醉酒 好色的學生信紀錄中 很早就拿到當初的PhD 然後當羅馬大學 當米萊大學的教授 頭腦好對不對 像彭昭明 對不起 彭昭明可沒有奧舍寫大 彭昭明可沒有花眼醉酒 彭昭明可沒有自己 但是奧古斯丁就這樣 然後當他悔改認罪 彭昭明他七十多歲過世 寫了兩本書 寫了兩本書 了不起 第一個叫Confusion 懺悔錄 後來有一個人叫J.J.盧梭 盧梭 學他的法案寫了一個懺悔錄 但最了不起的懺悔錄就是他 他在懺悔錄當中討論原罪 第二本書叫做The City of God 上帝之城 厚厚的一本 我好不容易在大學的時候把它看完 上帝之城市 整個西方歷史上的第一本歷史哲學的書 講神是世界的主宰 所有的歷史佈脫神的心意 好 你看到說 這一個奧紫寅主要拼在什麼 什麼意思要拼在什麼 什麼意思要拼在什麼 等一下我們會看到 跟總是跟主同行 這是彼得說的話很好 跟隨他的腳中來寫 我猛中他受苦 他也留下法案 我們根據他的法案 原首十個我好喜歡 你們會唱嗎 我請和美女讀上好不好 我請和美女讀上好不好 誰寫的詞 誰說的曲 黃針鋒是菲律賓的一個非常愛主的基督 和福曲非常良心 十字架上與主同時 同葬卻同復活 這不是讓他們來寫什麼 全都可以唱 這不是讓他們想想想 如今一同山到天上 活著不耍神是我 好 那天豬總的天 怎麼做 我 求主说求主说中 他生我主 以前我的声音比现在好多了 这个词真的好 主主里面在里面 祂是我们主 什么叫能主啊 主要能在里面 神为你的主 耶稣有没有说过一句话 传称我主啊 神不能够进神的果 为主遵循我肩负旨意的才能进去 主主里面变化一切 你的生命有没有改变啊 能够乐足神乐 然后主心是我们的心 所以在证明书第二章第五节说到 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 不是自己想做什么 不是自己奢望什么 我们所主的宿里面实现一切 我们对主的话 真的要努力认真做 你越读越觉得好奇妙 好丰富 能够滋润你的灵魂 能够喂养你的心颖的身处的需要 主廚裡面也讀一切 我們主任一下 還是彼此論端 彼此劈力 彼此攻堅 同功而同功 攻擊的功 好吧 你也好 劉曉今天完 今天沒有熱餐 謝謝大家